目前美国拥有12艘航母 但我国目前只拥有2艘航母 一艘航母已经服役 而另一艘已经下水并且即将海市 中国到底建造多少艘航母 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事情 就如今我国航母发展的趋势来看 2艘是肯定不够的 那么中国到底会造几艘航母呢 我国海岸线宽广 海洋领土争议范围广 而且突出还有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 再加上保护大量的游业油气等宝贵的资源 近海虽然有陆军和空军保护 但是远海是边长莫及 这时就需要依靠航母 至少6艘以上才足以保护中国海域权益 在笔者看来 拿着几个热点地区来算航母数量 这就难以苟同 试问这两个早盆一样的海区战时 怎么部署航空母舰 我国的航空母舰在2030年之后 毕然是活跃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 太平洋水域的战略威慑力量 在台湾海峡和日本列岛有失之时 保证对关岛甚至夏威夷的有效震慑是必不可少的 这就意味着太平洋方向的航母战斗群力量 至少不能压于美国太平洋舰队能够调动的航母总数 也就是6所左右 而印度洋方向的航母力量 一方面要保证对印度的双航母 乃至三航母战斗群的有效压制 又要坚固打击 叠戈加加西亚美军基地和东非沿岸 对战争军事行动的需求 3艘左右的航母是少不了的 加起来 如果我国的海军最终保有8到10艘航空母舰 肯定是再好不过的 至于中国何时能够建造核动一航母 脚垫作为整理 你可以下载首次APP陶慧心 编织首页的武器知识即可查看 总的来说 我们这一代军迷们还是很幸运的 能够亲眼目睹海军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随着002级10号舰逐舰航向深蓝 我国航空母舰和航母战斗群的建军之路 记得我们每个人拭目以待